醒目一拍,咱们是继续开书 今天啊,咱们要讲这个清平大小合卓最后一战 这场战役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做伊西尔库尔闹尔之战 这名字呀,它不但长,而且绕嘴 它为什么长呢? 因为它这个地名长 咱们还是这原则,您记不住啊,您就没必要记 因为记它也没多的用 我爱这儿啊,给您讲清楚也就完了 那么说这个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吗? 还不是,这个词啊,是一个湖泊的名字 这闹尔啊,在蒙古话里就是湖泊的意思 您比如说吧,那个著名的巴岩闹尔市 这个巴岩闹尔啊,就是富饶的湖泊的意思 那么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伊西尔库尔闹尔 这个地儿到底在哪呢? 现在这地儿啊,它已然不是中国地了 在哪呢?在塔吉克斯坦 再往西往南走一点啊 就是阿富汗,阿富汗的巴德赫省 紧挨着著名的瓦汉走廊 可是呢,在乾隆朝的时候 那儿可是中国地 如果一定啊,给那儿 在乾隆朝画一个行政划分的话 那儿属于伊尔枪管 不过呀,也算是压着边境线了 没过多远呢,就是巴达克山韩国 也就是啊,这大小合卓要跑去的地儿 您看呢,咱们连着三天呢,都是热闹回目 都讲打仗了,今天也不例外 并且这胜仗啊,是一次比一次的大 咱们上文书啊,说这个清军在巴尔出尔的时候 跟那个大小合卓的军队啊,已然打过一仗了 这傅德带领着四千巴西将士 兼敌千余人,还升勤了五十多人 广是抢下敌人的大盗旗啊,就有六感 牛马牲畜啊,也一共有一千多头都被缴获了 这消息奏报到朝廷啊 让乾隆皇帝最高兴的就是啊 在战争机时,就被他定为二号战犯的 霍吉战的新妇阿布都克勒木啊 在这场战役当中,被这清军呢,给击毙了 那么为什么说这乾隆皇帝在战争之初 竟然把他放到战犯的第二位 反倒不加罪这个大合卓波罗尼都呢 因为这个家伙呀,他是这个小合卓祸吉战的死忠 在他心里啊,不论是非 小合卓命令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不知道啊,你还记不记得 这大小合卓之乱,一使啊 就是因为这阿布都克勒木啊 在库车城,杀死了这清军 往南疆派去的第一个官员 副都统阿敏道 当然了,这肯定是小合卓受益和命令的 不过执行的就是他 在这之后的各个反清战役当中啊 每一次都有他 只要是小合卓祸吉战下达命令 哎,他不但是杀清军 杀起自己的同胞来也绝不手软 这小合卓派他呀,带着七百骑兵去突袭和田 他呀,把这七百人就扎在了大道上 只要这和田的百姓一出城啊 无论你是出城收获采摘,还是过往的客商 他是上去就杀,上去就抢 所以这次啊,这清军把他击毙呀 这新疆的各族人民 听说之后啊,我想这心中都能解了一口恶气 这阿尔楚克之战结束之后啊 大小合卓又跑了 清军呢,继续在后边追赶 主帅富德心里边的压力呀,是越来越大 因为这富德心里清楚 这乾隆皇帝是既要这一次一次的胜仗 也要这大小合卓的脑袋 这胜仗呢,倒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打 可是这个大小合卓始终也没有抓到 经过这对俘虏的审讯呢 这富德得知 这大小合卓为了应付清军呢 还真是动了脑子了 这大合卓波罗尼都通常都是带着自己的卫队 大概其业有什么三四百人 那他负责什么呢 他就负责观察着沿途的站点 勘测记录好有力的地形 一旦这清军追赶上来呀 他负责先把这阵地选择好 所以呢,这清军一次次的追上这些合卓兵啊 他们就好像有了准备 每次都能很快的迂回到有力的地形 对清军进行阻击 在大合卓后边走的呀 就是资重部队 这部分的队伍呢 还是很庞大的 这驼马牲畜不算呢 还赶着牛羊 广是随行的百姓啊 就一万多不下两万 那最后呢 就是小合卓殿后的大军 开始啊 也有个六七千 不过现在呀 也就上个四五千了 这个人员具体的数字啊 我们不好估算 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沿途肯定有不少的回宠逃跑了 看清形势之后 谁又眼睁睁的和这个大小合卓去滩浑水 去找死呢 也就是在这个七月初十日 这清军呢 经过一路的急行军 这一天呢 就走了百余里的山路 终于是又发现了这大小合卓的踪迹 那这个地方是哪呢 这个地方的名字呀 就叫布隆库勒 据这个向导说呀 在这个布隆库勒这儿 有一个大湖 过了这个湖啊 再翻过两道山岭 那儿可就是巴特韩国了 过了山岭之后啊 就能看到这个巴特韩国的村庄了 据这个探马来报啊 这会儿大小合卓的布众啊 也不往前走了 都驻扎在这个湖边 哎 您猜对了 这个湖的名字 就叫做伊西尔库尔闹尔 要不然是说呀 这个湖的名字 它绕嘴呢 在这个突厥语系当中啊 管这个湖叫库勒 当年突厥语呀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伊西尔库勒 也就是伊西尔湖的意思 可是到了后来呀 这蒙古人统治南疆的时候 这蒙古人呢 他多少的有点大谁头 他就念成了伊西尔库尔 并且呀 他们认为这个伊西尔库尔啊 是地名 所以在这个地名后边 又加了个后缀 也就是闹尔湖的意思 如果要是硬翻译成咱们汉语呀 那就奇怪了 就是伊西尔湖 湖 前面这个湖呢 是从突厥语翻译过来的 后边这个湖啊 是从蒙语翻译过来的 那么咱们今天呢 对这个湖伯的翻译呀 就很准确了 叫伊什勒池 就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 这大小合作的部众 为什么现在驻扎在河边 他们也不往前走了呢 因为他们也清楚 翻过了山呢 就是巴特克山韩国 您要是带着一两百人 进入人家的国家呀 见到人家的守军之后 您声称自己呢 是政治避难 或者呢 说自己是要借道而过 都行 可是您稀里呼噜的 带着两万多人 进到人家的国家 是不是先得给人家打个招呼啊 我想呢 现在很有可能的 大小合作呀 正要派出使者 和这个巴特克韩国呀 交涉 这难民入境的问题 所以这部众啊 才选择了 这个水草丰美的湖边 扎下的营寨 其实啊 他们是在等待着消息 那既然发现了敌人的营地 这富德呀 又要召开作战会议了 这次的作战会议呀 那规模很大 把营中的大小将官 全召集到了率仗当中 这富德说呀 这可真是给咱们的 最后一次机会了 这次要是再放走了 大小合作呀 那可就出国了 就出了中国的边境了 到时候啊 一切情况都不可预料 我们除了会遇到大小合作部队的阻击以外呀 很有可能 这巴特韩国 以及附近的其他回众部落 也会帮着他们来打咱们 所以咱们一定要精心部署 在这一战 就要吃掉这支溃逃之军 这次啊 咱们得改弯点这个进攻策略了 不能再是正面攻击两翼包抄了 咱们得出一支骑兵 绕到前面山口处啊 去堵截这大小合作出逃境外的道路 其他的部队也不能追着他们呀 再往前掩杀了 咱们要跑到他们前边啊 从前往后杀 尽量在我国领土范围之内 咱们把这个战斗解决 各个战场啊 都设在敌人王四方逃窜的路口 这回的包围圈呢 一定要紧 绝不能再让一个敌军逃跑了 这总攻的日子就定在明天 也就是7月17日 这负责命令阿里滚 达尔党哥 游屯等将领率领着从北京啊 也就是大内来的侍卫 所谓的大内高手吧 领着最精锐的500兵啊 守在这个湖以西 这个地方啊 很紧要 因为这儿啊 就是通往巴特山韩国的爱口 一住厄伯什温布等人率领着800兵 绕到敌人阵地的后方 带前边大军呢 与敌军交伙之后 半个时辰以后啊 再往上攻 这大帅的意思是说呀 要的就是一个出其不业 千万别出击早咯 还让这敌人呢 一定要没有提防 那最艰巨的任务啊 还是富德自己 富德呢 亲自带领着巴鲁明瑞阿贵等将领 还有啊 随军参赞大臣傅景和呼尔奇 正面压上是负责主攻 其实啊 在战略部署之前 这富德已经勘察过战场 他发现呢 其实这个战场啊 挺复杂的 因为这个大巧合作的部队 已经啊 占据了有力的地形 高坡之上啊 巨石林里 这敌军躲在巨石之后啊 能够有效的阻挡着清军的进攻 这种地形啊 弓箭首先射程就不够了 敌人躲在巨石之后 这枪炮的威力呀 哎 也是有限的 针对这件事情 这富德呀 还准备了一支特种兵 这支特种兵 要怎么发挥奇效啊 咱们先卖个关子 一会儿再说 就在上午的十点钟 这总攻开始了 这清军虽然进展的很缓慢 不过呢 还是按照援京计划呀 按部就班的往前推进 这大小合作一方呢 首先这主力军呢 借助有力地势 对清军进行阻击还击 剩下的一些散兵游泳啊 也在这湖边 铸成了驼城马城 对清军进行阻击 那有人说 什么叫做驼城 什么叫做马城啊 其实这呀 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驼马呀 让他们呀 在阵地前边一字排开 然后卧倒 把四体捆住 眼睛蒙上 要是有时间呢 就在驼马的身上 盖上一层毡布 埋上一层土 再盖上一层毡布 然后用水呀 把这毡布烧湿了 这样就可以防御 这个剑矢和飞子 人呢 躲在这个驼城马城的后边 这就是防御攻势 可是这会儿啊 这大小合作的部众 可是没有时间 建这么精细的驼城马城了 他们干脆呀 把这些大生虎一刀杀死 摆在阵地的前边 就作为了防御攻势 这么一来呀 这合作兵的部队呀 也对清军做出了姿态 我们呢 就在这儿 已救已救了 跟你们呀 拼了 大小合作的军队 如此顽强 这清军自然是 久攻不下 这仗子 从上午十点 就打到了下午两点 这富德一看呢 这会儿的特种部队 该上了 这支特种部队 有多少人呢 这富德呀 从这个吉林索伦和厄鲁特营当中啊 挑选了四十名精兵 这四十个人呢 不但擅骑射 而且这大刀片子耍的是上下翻飞 换句话说呀 这武功还好 每人呢 发了两把短冲 而且都上上炮子 偷偷摸摸趁乱呢 从阵地的一侧 可就爬上了山 上了这阵地之后啊 是先放枪 后放箭 大刀片子一寸砍 这一下子 山上的合作兵 可就乱咯 这清军趁乱呢 就攻上了阵地 这会儿大家可都看清楚了 在这阵地的前沿一块大石上 站定的就是小合作货机站 他身后啊 有一个回营小孝 这小孝啊 手举着他的大稻旗 这道旗上秀着一行字啊 巴吐尔涵 要说呀 这霍机站 能让这些部众 如此的死心塌地的跟随他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此大战来临呢 这霍机站亲自指挥 毫无畏惧之色 这是不是只听 突的一声 一发炮弹呢 就击中了霍机站身后 举大道旗的小孝 据这个回江通知记载啊 这个小孝还留下了名字 是这个霍机站身边的一名亲随 叫阿里木 这一发炮弹 正中阿里木的胸口 阿里木啊 可不是死的那么简单 哎 是已经碎了 哐当一声啊 这死尸就倒在了平地 这霍机站连眼都没眨一下 是继续指挥战斗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这清军可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 小河卓的这些死忠粉啊 还在苦苦地抵抗 可是百姓不行了 据这个回江通知 和圣武记以及笑亭杂录记载 到了这会儿这群回众啊 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八旗阵营 据书中所载着回众生如奔雷 怎么着 您以为是冲锋吗 不是 是投降 这会儿小河州获机站呢 也是急了 他用刀啊 拼命的阻拦 砍杀这些啊 往回投降的回众 那也是没用 这群人呢 是死心塌地喽 绝不跟着他一块汤浑水了 还是投降了之后 回家的好 书中原文所写 就是小河卓木 手刃之 不能直也 这些回众一看呢 他们的大寒 现在已经开始 砍杀自己人了 就更坚定了 投降的决心 还没到出更时分 这富德估计了一下啊 投降过来的回众 已经有一万来人了 山上富于抵抗的回众啊 也有溃败之势 天色呀 已然进了午夜了 这富德下令各营 不能松懈 守住各个道口 见有敌军逃来啊 立刻出击 这会儿啊 不考虑什么投降要活的了 只要敢抵抗 通通击毙 要说呀 这富德的战前部署啊 那是非常有效的 派出去守在山口的阿里滚呢 也是没白等 就凭着这个五百人 拦住了这个大小合卓 两千人的逃亡队伍 这两千人呢 那可真是这大小合卓 剩下的精锐了 那么就靠这五百人 就把这两千人堵住了吗 实际上也不是 因为钱有堵截呀 那后边还有追兵呢 于是领着这两千人 布中的伯克一看呢 干脆咱们也投降吧 什么是真的呀 命是真的 咱们不能啊 给这大小合卓兄弟 就赔了葬了 所以这两千人呢 扔下了兵器 下了战马 跪在道左 举起了双手 领兵的头目啊 和这个阿里滚表示 我等早欲投诚 因被逼无奈 竟啃起活命 哎 只要不杀呀 咱们怎么都行 这阿里滚呢 也顾不上啊 把这些人压到后方了 突击审问的 这个归降来的头人 问什么呀 当然是问这个 大合卓 波罗尼都和小合卓 火机站的去向 这位伯克说呀 回大将军呢 晚了 我们这二家韩王 领着自己的亲随马便呢 从这个山下小路 已经跑向巴特克山韩国了 哎 据现在说呀 已经走了半个多时辰了 我们这两千人呢 是给他们断后的 这阿里滚一听啊 哭的心都有了 这侦察兵呢 是干什么吃的呀 怎么就没侦察到 还有这么一条小路呢 这阿里滚又问 和你们大汗跑的 有多少人呢 这伯克说呀 大概呀 有四百来人吧 这阿里滚听完之后啊 也不敢怠慢 赶紧呢 就压着这两千人 并且把这个消息 也就报告给了主帅傅德 傅德一听啊 也是急了 什么越境不越境 交涉不交涉呢 立即命令这个巴鲁 阿贵 附警 以及胡尔启这四人 率领着骑兵四百 随后紧追 并且让这阿里滚呢 带着他这五百精兵啊 随后跟进 不过您得听清楚了 到现在为止 这清军呢 才算是出境作战 并且呀 我也可以给您 脱落个底 出境之后啊 也没用打仗 哎 全是外交交涉了 咱们先放下这追兵不说呀 咱们再说 傅德这头 这一战呢 就被称为 伊西尔库尔闹尔大劫 打死打伤的回众不算 这清军一共俘虏 受降的回众啊 一万两千余人 缴获这个火枪啊 就两千余剑 至于牲畜吗 鸵 罗 牛 羊 有万余头 要说呀 这可真正算得上啊 是大劫了 这也是这个清军呢 追击这个大小合卓的 最后一战 那有好朋友就问 是不是咱们这故事 就结束了呢 完不了 一天不逮着大小合卓呀 这清军也不能收兵 这乾隆皇帝有旨意 活呀 要见人 死呢 也得看见死人 您别着急 慢慢往下听 我还跟您这么说 这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呀 有的时候 比战场上要精彩的多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这八旗大军 是大军压境 才要兵进 巴达克山